大家好,五一长假过去了,手游小百科再次和大家见面了。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由上海软星开发的创新国风幻想手游阴阳。 抱歉,后台剧本拿错了。 是仙剑奇侠传幻离境。 说起上海软星,8090后的同学一定不会觉得陌生。 就是开发了感动一代人的游戏。 仙剑奇侠传与宣言剑两大系列的游戏公司, 虽说经历了业务调整与重组风波, 但是高举成君子诺匕首一生大旗与2015归来的上海软星, 这次将带给我们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? 小编就带大家来仔细看一看吧。 对于本作的画风算是最大的亮点, 有着明显的日式水墨风格,细节精致, 音乐一直是仙剑强项,本作也不例外, 本作有三位主人公,命名方式是以颜色命名, 很有当年景天、龙葵、雪剑的美感, 相比其他国产手游确实略胜一筹。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,本作取消了普通攻击剑的设定, 这个设定在ARPG手游中非常罕见, 走位和微操在本作中有一定的作用, 配合闪现功能可以打出异常酸爽的连招。 本作的招式虽然异常华丽, 但是熟悉技能特点和攻击范围判定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。 先见旗下转换离境战斗中的另一个系统是御灵, 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宠物。 每次战斗可以携带两名御灵, 除了自动攻击怪物, 帮助玩家之外, 还可以与玩家合体,增加属性快速通关, 配合QTE玩法使本作战斗的参与感会非常强。 在玩家组队战斗中, 御灵的搭配会凸显不小的作用。 本作包含了装备、强化、升阶、御灵、天赋、突破、进化等等提升系统。 每一项提升都能转化成战力, 并以数值提示给玩家。 玩家角色通过以上系统综合评定出的总和就是总战斗力, 进入副本前会显示推荐战力。 在20级左右时, 这个提示还是较为准确的, 某一项功能可以提升时, 相应的功能按钮上就会出现提示。 由于系统过于庞大, 数值较为分散, 游戏前期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。 御灵系统在仙剑旗下转换离镜中, 除了提升战斗力, 还可以在合体时提供属性加成和属性相克。 在部分场景中, 尤其是后期游戏难度加大的情况下作用明显。 御灵分为辅助、攻击等类型, 可以负责任地说, 能够最直观影响战斗结果的系统就是御灵。 仙剑旗下转换离镜如此庞大的系统设计, 将课金点分散于无形。 每一处提升最终都会转化为站立总和, 在某个小系统中只要稍不留神, 站立确实是增加了, 兜里的元宝也不见了, 御灵碎片、装备碎片等碎片设定, 为本作保留了爆竿的可能。 总的来说, 仙剑旗下转换离镜, 是今年画面表现最好的仙剑手游, 不避讳地说, 和阴阳师的画面确实相似度较大, 但实际游戏核心内容是大不相同的, 这一点各位同学大可放心, 相比其他不走心的仙剑作品, 本作的制作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匠心制作, 新的战斗系统带来了新鲜感也带来了不适, 在阴阳师日渐疲软的当下, 不知道本作是否能填补各位同学的闲暇时光。 本期的手游小百科就到这里了, 我们下期再见。